那个舞者迟疑了一下 刚想说话 陡然间一股极为强烈的威压扑面而来 就仿佛他们站在雪山脚下 仰望着那滚滚雪崩呼啸而来 仿若天崩地裂一般 明明没有任何的声音 但众人却仿佛听到了一声惊雷 随即他们便感知到 这天地之间的元气 竟然疯狂地涌动了起来 仿佛天穹都直接盖了下来一般 磅礴无比 所有人的脸色突然间变了 这股威压让他们心惊肉跳 便生出了一种难以抵挡的渺小的感觉 所有人立即后退 林城神色凝重地说道 其他人闻言更是不敢停留 立刻往后退 而林城却是没有后退 竹子翘和他并肩站在一起 李老弟 快退啊 周川 见到这个状况 不由大喊起来 不必担心 我自有分寸 林城说道 周兄 先退到安全的地方 这 周川还想说话 那股威压再次波动 顿时 众人身上的压力 骤然加大 有几个实力稍弱的 甚至 两腿一卵 直接 就被压得跪在了地上 旁边的人健壮 赶紧拉着他们 加速往后退 转身 沿着来时的路 往山下急驰而去 周少 快走 苏明胜等人 急忙大喊 周川跺了跺脚 他喊道 林城 快走 这威压太强了 不能硬扛啊 林城一摆手 周兄 你先走 周川 周川还想说什么 却是直接被苏明胜等人打断 拉着他 往山下冲去 这荒山上的天空 仿佛都被煮废了一般 元气 在荡漾 微压盖世 林城忽然感觉到 竹子驰抓着自己的手 握得紧了紧 他转头看去 就看到竹子驰 那弯弯的毛子 他不由 微微一笑 丫头 你怕不怕 是你 先握住 我的手的 本来我是害怕的 不过 有你在我身边 我就不怕了 竹子驰 摆了他一眼 毛子里 笑意 却是隐藏不住 在这天地激荡 元气起伏的山腰上 二人却没有半点聚色 反而还轻松地说笑 山顶上 可能发生了什么 或者是有人触动了什么禁忌 说笑过后 林城不禁猜测 这才正常 之前 反而有些太过平静了 如果仅仅只是几头猛兽 又岂能让几大宗门 派来的人 死伤惨重 很显然 这秘境中 有着他们 所不了解的恐怖和诡异 只是他们从近来开始 一直都没有遇到 现在 果然出现了异常 或者说 现在才算是变得正常了 只是不知道 这股胃压的源头 究竟是什么 是一个可怕的存在 还是某个异宝 林城说话间皱了皱眉头 这突然爆发的威亚 简直如同天崩地裂一般 尽管 谁都知道 其实 无论是荒山 还是远处的丛林 都没有崩塌 只是天地间的元气 汹涌激荡 但是 这股突如其来的威亚 实在是太可怕了 在这元气浓郁至极的秘境 汹涌激荡的元气 就足以让一个人惊骇莫名 更不用说 还有那股 不知道从何而来的 莫名的威亚 更是让人 根本没有半点的抵抗之力 一些实力稍差的武者 甚至连抵抗的念头都无法生起 绝大部分人都在尽可能地往山下跑 快走 各位要小心戒备 周川等人 一边往山下狂奔 一边大喊 等他们狂奔到了一段距离之后 忽然发现 那股威亚 竟然小了许多 这个发现 让他们大为震惊 同时 也加快了速度 快 山下的威亚变小了 终于 足足过了数十席之后 众人终于感觉到 那股威亚变得很淡 这才算是停下了脚步 一直到这个时候 众人才反应过来 林成和竹子鞘 并未跟他们一起下来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 往山上望去 而后 他们不由惊呆了 只见 在他们视线的尽头 两个身影 立在半山腰的一块凸起处 在他们的身体周围 哪怕是不放出感知 也能够隐隐看到 那空气 似乎都微微有些扭曲 众人都忍不住心中惊悸 让空气 都扭曲震荡 可想而知 这元气 它的荡漾程度 究竟是何等的呛烈 众人都亲身感受过 所以才更加震撼 不少人看着 站在那里的林成和竹子鞘 都忍不住 微微地张大了嘴巴 目光中带着一抹惊愕 很多人甚至都下意识地 发出了一声感慨 哎呀 太强了 强悍 这是众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汇 亲身感受过之后 他们实在是太明白 这股威压加上元气的荡量 它的威力有多么可怕 这让他们根本就承受不住 他们只能狼狈地逃窜 可与他们同为脉轮镜修为的林成和竹子鞘二人 竟然连腰都没有弯一下 两相对比 这差距实在是让人震撼 啊 太变态了 周川看到这一幕 也忍不住 震惊了起来 站在他身边的苏明胜三人 闻听此言 顿时很是赞通的点头 就刚才那股可怕的威压 哪怕他们三人组合 合击一阵 也绝对无法抵挡 可是林成和竹子鞘二人 看起来竟完全不受影响 这简直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要知道 即便是麦伦镜巅峰的高手 他们三人联手 也绝对有信心 与之一战 但是 却抵挡不住那股威压 仅此一点 他们就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麦伦镜九重的高手 怎么会如此的强大呢 这简直就是变态 三人心里都忍不住嘀咕一声 与此同时 站在半山腰的林成和竹子鞘 却是不知道下面的人是如何看他们的 实际上 此刻的他们也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因为二人都在全力的催动体内的原力 脉轮更是疯狂的运转 以此来抵挡那股威压 才得以让自己不至于跪在地上 这股威压实在是太强大了 甚至都强得让林成微微有些心计 然而 他却没有选择退去 因为他想试一试 他想试一试自己到底能不能扛过去 他也更想知道 知道这股威压到底有多强 是某个可怕的存在 已经苏醒 要发狂的征兆 还是某种疫宝 因为一些原因而爆发 就如同当初的青蓝火进化的时候 所爆发出的可怕的火焰 林成想到山顶上去看一看 这股威压的源头到底是什么 并且他也想弄清楚 究竟是不是因为 他们在登山的过程中 触动了什么禁忌 亦或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才引发了此次的诡异现象 然而 要想登上山顶 他就必须要扛过去 这股威压才行 所以此刻他在咬牙坚持 还有一点 是林成要必须坚持的原因 那就是这种恐怖的威压 是他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 但他却很清楚 这却是一次极其难得的经历 这就如同 是在对抗以为爵士大能 或者准确的说 是感受这位爵士大能的力量 在于这种程度的威压 对抗之中 他只能够多坚持一息 就能够多一分的感悟和收获 这对于没有明师教导的他们而言 将会求之不得的一个绝佳的机会 甚至何可能会让他们受到终身的好处 所以除非是要威胁到生命 不然的话 林成是无论如何 都不会错过这次绝佳的机会 然而 渐渐的 林成却是神色凝重了起来 眉头更是微微的皱起 他发现在这股强大的威压之下 体内的原力消耗得很快 虽然周围天地元气浓郁 可却也在汹涌的激荡 这使得他在吸收外界的元气时 都变得有些不太顺畅 同样的 旁边的朱子翘也好不到哪去 尤其是他对原力的精细控制 还要比林长差一些 此时 微压就感觉更大了 林成不由握住了他的小手 他用力捏了捏 此时 他们都在全力地对抗这股威压 开口说话 就要浪费原力 朱子翘 转头看了看林成 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 他的毛子里 却露出了一丝笑意 就这样 两人继续对抗这股威压 任凭身边的风云激荡 他们却是屹立在此 微然不动 半个时辰 一个时辰 随着时间的快速流逝 林成和朱子翘 依然站在那里 就连身子都没有半点弯曲 此时山下的周川等人 却是几乎快要看傻了 即使隔着如此之远 他们都能够感受到那股威压 就更不用说 身处半山腰的林成 与朱子翘二人了 原本他们以为 林成二人或许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这股强烈的威压 给逼下来 即便如此 二人的实力也已经足够惊人 可是 让众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林成朱子翘二人 竟然坚持了这么长时间 看着两人站在山腰上 那昂然而立的身影 周川等人顿时一惊 然而下一刻 他们就感觉到了 这股威压 陡然之间的消失了 刹那间 众人都感觉到身上一轻 一动过去了 周川下意识地说了一句 随即 脸上露出了喜色 威压没有了 诸位 我们快上山 其他人都反应过来 不由大喜 威压没了 也就意味着 他们可以登上山顶 去寻找那威压的来源 能够爆发出 如此可怕的威压 那绝对是一件 了不起的异宝 至于说 会不会在一个可怕的存在 众人却是完全没有去想 因为根本没有这种可能 如果真的是某个可怕的存在 就绝对不是这么半途而废的 对于他们 这些敢于冒险的小武者 直接一个手指就灭掉了 哪里还会容忍他们在此处蹦他 所以 众人几乎一致地肯定 散发这股威压的 一定是一件异宝 这让众人可谓是心潮澎湃 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冲上去 尤其是现在还没有了威压 当然了 严格地说 威压并不是没有了 而是恢复到了和他们刚上山时的程度 只是一股淡淡的威压 这对于他们而言 完全没有影响 反而能够间接地说明 那件异宝还在 快 万剑宗的人陷于我们上山 千万不能让他们得到异宝 有人大喊一声 就开始往山上冲 那股热情与他们下山逃命时 丝毫不差 一行人开始往山上狂奔 而此时的林成和竹子鞘 却是脸色发白 身体微微晃了几下 很是虚弱 此次对抗那股威压 让他们的原力几乎耗尽 若非麦伦在快速运转 自行吸收外界的原力 他们更多也就只是勉强站立了 但是面对这种情形 二人却没有半点忧伤之色 反而是面带喜色 因为他们在对抗压力的过程中 都有了一些感悟 刚才那股威压到底有多强 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但是有一点确实可以肯定 那股威压绝对要比他们的境界高得太多太多 只不过那股威压并非是直接针对他们的 而是漫天爆发 他们只是其中的两只极其渺小的蝼蚁 而在蝼蚁之中 他们勉强算是稍微强壮一些的 所以才能够自保并且扛过去 若是这股威压直接针对的是他们两个人 那他们两个人就连运转原力的机会都不会有 瞬间就会被那恐怖的威压给镇成积分 可想而知 能够切身感受这股恐怖的力量 将会是多么巨大的收获 当然 林成知道 现在他的境界还是太低 还是无法理解这股恐怖的力量 仅仅只是有了一丝感悟 但是 这个力量以及这次经历 都会烙印在他的记忆中 今后随着他的实力的增强 他对于近日的感悟 就会越深 林成知道 现在他的境界还太低 还无法理解这股恐怖的力量 仅仅只是有了一丝感悟 但是 这个力量 以及这次经历 都会烙印在他的记忆中 今后 随着他的实力增强 他会对今日的感悟 就会越深 就如同观看一位爵士高手出招 可能刚开始看不明白 但是 但是随着以后实力的增强 眼界的提高 这将会越来越明白 而这个理解和明白的过程 就是在吸收这位爵士高手的这一招 在林成二人的实力 超越这股恐怖危压之前 他们都将会一直受益 这是什么天才地宝都比不了的 除此之外 同样 还有一点让林成和朱子俏感到惊喜 那就是 这股恐怖的危压 过去之后 天地间原本激荡的元气 竟然变得更加的汹涌 在他们的感知里 这里的元气 几乎要有一种沾黏的启示 这简直就是梦寐以求的修炼圣地 丫头 立刻修炼 这是难得的机会 林成立刻说道 像这种天地间出现异象之后 所引发的元气激荡 不知道多少年才能够碰到过一次 很多人甚至终生都碰不到 此处的元气浓郁程度 简直快要近乎实质化 这种机会要是错过了 那可是会爆汗终身的 嗯 我们一起修炼 朱子俏摇了摇头 他知道林成 是在想他修炼的时候 为他守护 但如此一来 林成也就错过了这次机会 朱子俏自然不会如此的自私 林成刚想说话 就听下面传来了喊声 老弟 朱姑娘 你们怎么样 两人转过头 就见周川等人正快速地狂奔而来 林成微微笑道 丫头 快修炼吧 周川他们要过来了 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朱子俏看到他也准备修炼 这才放心地点点头 进入了修炼状态 刚一开始修炼 朱子俏就不由郊区微微一震 差点惊呼出来 这天地元气实在是太过浓郁 实在是让人惊喜莫名 哪怕是当初坐在楚家那条零食矿脉上修炼 也不过如此了 心中惊喜过后 朱子俏赶紧收敛心神 立刻沉浸在修炼之中 但是林成却没有完全进入修炼状态 虽然周川等人还在急速地赶来 但他们毕竟还是逃得太远 想赶过来也不是立即就能做到的 而这周围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活物 还尚未可知 林成自然不可能不顾一切的 进行修炼 终于足足过了好一会儿 周川才带着苏明胜三人率先赶到 看到林成那些惨白的脸色 周川急忙问道 老弟受伤了吗 林成摇了摇头 受伤倒是没有 只是为了对抗那股胃呀 原力消耗过度有些虚弱 那那你赶紧修炼呢 此刻的天地元气如此浓郁 你此时修炼 绝对会有不小的收获的 看到旁边正在盘腿 坐在地上修炼的竹子翘 他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连忙说道 你放心 我就在旁边为你们守护 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打扰到你们修炼 周兄 如此浓郁的元气 你不打算在此修炼吗 哎 我就算了 现在我原力充沛 此处虽然是天地元气浓郁无比 可我修炼最多 也只有些许的提高 短时间内 却不会有太大的收获 况且 此处凶险未明 如果我们修炼的话 万一有什么意外 咱们就都倒霉了 看到临晨 还想说什么 周川立刻白手说道 老弟 你就不要磨蹭了 现在元气浩荡 浓郁的 如同石质了 你又消耗过度 这正是修炼的绝大机会 可这种元气荡漾 未必会持续太长时间 若是再耽搁下去 你短时间内恐怕 很难恢复过来 临晨闻言 点了点头 那好 既然如此 那就有劳周兄了 哎呀 既然咱们是朋友 就不必如此磕倒 临晨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直接进入了修炼状态 旁边 苏鸣胜见状 不由低声说道 周少 不如 你也开始修炼吧 这元气如此浓郁 修炼一个时辰 恐怕要比平日 修炼几天的收获还大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他的话 还没有说完 周川就摇了摇头 随意地笑了笑 我就算了 即便是能够多几天的收获 又能如何 我的实力就是如此 哪怕多一个月的修炼 也不会强到哪儿去 还不如潜心 钻眼脸蛋 说到此处 他的笑容渐渐变得有些苦涩 看了一眼 正在修炼的林成和竹子翘 不由摇了摇头 如若可以的话 他当然也想修炼 不会错过任何一个 绝佳的修炼机会 可是刚才的经历 让周川忽然明白了 自己在修炼这条路上 或许有一些潜力 但却是绝对不会取得 太大的成就的 就在之前 那股恐怖的威压降临 如同天崩地裂的那一刻 周川心中涌起的 浓浓的惧怕 他甚至完全没有想过 要去对抗那股威压 只想着 如何才能以最快的速度 逃离这里 逃离到安全的地方 保住自己的小命 他当时虽然有些迟疑 但那也只是因为 他要遵守和林成 联手的约定 看到林成没有立刻离开 他才会略微停下来 叫林成一起逃 可这对于他自己而言 他却是绝对不会像林成那般 去对抗那股威压 他连这个念头都没有 然而 等他真的逃到了安全的地方 转过身 却看到了站在半山腰上 林成和竹子鞘 那昂然屹立的身影 那一刻 他几乎出现了幻觉 以为自己看到的根本不是林成和竹子鞘 而是两个屹立于世界的大能 那一刻 他从林成和竹子鞘的身上 看到了舞者的傲然不屈 奋发向上 那一刻 周川待礼当场 遥望着林成和竹子鞘 那并不算太过高大 可是在那恐怖的威压 和激荡的元气中 却显得如此坚不可摧的身影 周川的心里忽然被触动了 他忽然意识到 林成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和修为 那完全就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 在林成和竹子鞘的身上 他看到了一种东西 而这种东西 却也是他所缺陷的 那就是 强者之心 周川意识到 他与林成之间 最大的差距 并非是脉轮镜八重 和九重之间的差距 同样 也不是战绩和功法之间的差距 相比起林成的傲然不屈 周川明白了 自己缺少了一颗 要成为强者的心 面对那恐怖的威压 弱者最先想到的 会是逃走 保住性命 然而 拥有一颗强者之心的人 第一反应 是要战胜他 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 融入到骨子里的 一种强者的心 那是一种 敢于面对一切强敌的自信 和斗志 只有拥有一颗强者之心 才能够真正的成为强者 才能够在修炼的路上 走得更远 成为修炼者 成为大能 甚至是成为 威震八重的巨头 想到这儿 周川心里一下子 变得空了 但是很快 他就感觉到自己 非但没有太过失落 反而是轻松了不少 既然没有一颗 成为强者的心 那即便是强自前行 也会无比的艰难 与其如此 那他不如彻底的 将成为强者的念头抛开 一心扑在炼丹上 他知道 自己喜欢炼丹之道 他也相信 日后他能够在炼丹上 有所成就 就如同临城在武道上 有着一颗强者的心 是一样的 于是 周川并没有因为 此处的元气浓郁 而欣喜若狂 反而是主动提出来 为临城帮忙戒备 负责守护 且不说他与临城本身 就是联盟的状态 算是朋友 单单只是临城这种 自强不息的斗志 就让他很是佩服 如果说 原本周川 还有些内心深处的小算计 在必要的时候 他可以放弃与临城的结盟 但是现在 周川却是真心地把临城 当作了自己的朋友 任何一个 有如此不屈斗志的舞者 都是值得敬佩的 更何况 临城的性子本来就很对他的胃口 而此时的临城 却沉寂在修炼之中 几乎可以说是沉醉其中 周围的元气 实在是太过浓郁 这简直就如同是一条快要晒死的鱼 忽然一下进入了汪洋大海 这种周身上下 无数个毛孔中 都在呼吸元气的畅快感 简直是无与伦比 这一刻 临城全身上下 所有的脉轮 都在疯狂地运转 周围的天地元气浓郁的 几乎到了粘稠的地步 对于任何一个舞者而言 如此浓郁的元气 那都是想都不敢想的 而最让临城感到惊喜的是 因为他之前对抗那股威牙 使得他体内的元力 几乎是消耗一空 所以此刻 他的身体完全是如同 精吞一般 在疯狂地吸收外籍的元气 如此浓郁的元气 在他那空荡荡的经脉中 瞬间就可以转化为 最精纯的元力 不但是让他的修为 在稳步地提高 并且还在淬炼着他的身体 临城完全沉醉 在这种美妙的感觉之中 似乎是忘了时光的流逝 一直到感觉到周围的元气 他的荡漾渐渐渐的减弱 临城才终于从这种 罪人的美妙感觉中 回过神来 当他从修炼状态中醒来 睁开了眼睛 一道金光 从他的眼中闪过 仅仅是这一次修炼 竟然就让他 之前几乎消耗一空的元力 完全地弥补回来 甚至还让他的元力 更加精纯了一分 此刻的他 比之前还要强上一些 此刻简直就是 舞者的圣地呀 临城心中忍不住 感叹了一句 他不由庆幸 当初选择了 进入秘境的决定 实在是再正确不过了 感慨过后 临城转头看向了 旁边的竹子翘 然而 旋即他便猛然一惊 脸色 顿时就变了 只见 原本竹子翘所在的地方 竟然空无一人 他下意识地 就要伸手抓向 他身前的斩马刀 骤然起身 然而就在他起身的过程 他的目光却看到的竹子翘 竟然是在他的另外一侧 并且正面带惊讶地看着他 临城看到竹子翘安忍无恙 顿时松了一口气 不由问道 丫头 你什么时候醒的 说着 他转头环顾四周 却发现 原本答应守护他的周川 和苏明胜三人 竟然不见了踪影 我醒了 差不多一个时辰了 竹子翘看到临城观望的动作 不由说道 不用看了 我让他们先走了 走了 临城一愣 是啊 之前那股微压 如此的可怕 大家都猜测 山顶上可能会有一宝 你觉得 还有人能够忍得住 周川倒是愿意留下来 替我们守护 但是我能看得出来 苏明胜三人 其实还是很易动的 而我已经恢复了 也不好再耽搁他们 去寻找宝藏 所以 就让他们先离开了 临城闻听此言 这才恍然 丫头 你做得很对 周川 愿意替他们守护 这是朋友的情分 但既然竹子翘 已经恢复了 如若是 再耽搁周川等人 那就有些 太过得寸进尺 哼 那还用你说 竹子翘 焦横一声 临城 哈哈一笑 将斩马刀背在了身后 丫头 我们也继续登山 争取快点到山顶 他心中暗道 以后 以后若是有机会 一定要学会 炼阵 如此一来 日后再遇到这种修炼 绝佳之地 只需要 不止一个 守护阵法 便可以安心的修炼 也就不再需要 别人的守护 比起别人的守护 临城反而更愿意 自己亲手 不止 守护阵法 前世 他便是 拜托左目 替他守护 结果 却是让他刻骨铭心 竹子翘点了点头 嗯 好 他就要将手中的长刀 收回到刀鞘 却被临城给阻止了 怎么了 竹子翘立刻反应过来 你 你察觉到什么了 没有 不过 我们不能大意 这荒山上处处诡异 尤其是之前的那股危压 更是来得极为突然 很难说是不是有人触动了某种禁忌 才引发的那股危压 况且 临城顿了顿 抬头看向山顶的方向 爆发的那股危压的 未必是什么异宝 我们还是要小心为上 竹子翘文言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嗯 小贼 其实 如果可以的话 嗯 我们最好能够 找个地方隐藏起来 潜心修炼 即便是有一宝 也让别人 给争夺去 此处的天地元气 如此的浓郁 我们只需要潜心修炼 提升自身实力 就已经是莫大的收获了 我也想如此 可是 从我们接受 归一宗预检中的单方开始 其实我们就已经算是 与归一宗达成了约定 作为炼丹师 我必须陪着他们 一起完成整个探索过程 至于说 一宝 能得到 自然更好 就算是得不到 那也不算什么损失 就如同你所说的 我们能够有机会 进入秘境 本身就已经是 极大的收获了 身为脉轮镜的武者 只要是能够进入着元气 浓郁程度 惊人的秘境 其实就已经开始有所收获了 因为 经脉中的脉轮 无时不刻的都在自行的运转 吸收着周围的元气 他和竹子鞘 更是脉轮镜九重的武者 体内的脉轮 无论是数量 还是运转速度 乃至于丹田和经脉 所能储存的原力 都已经达到了武者的巅峰 在这般浓郁的元气之中 所获得的好处 那自然也是极大的 而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 自然就是跟 龟一宗的一场交易 换来的 现在 他既然得了好处 他自然会坚持帮助 泰文星等一众 龟一宗的武者 完成此次探索 至于说 这其中会不会遇到什么凶险 这场探索 究竟能够进行到何种程度 那就不是他所能够控制的了 林成只会量力而行 超出他的能力 所能达到范围之外的 他自然也不会自举去送死 竹子翘 默然憨受 对于林成的决定 他虽然心中有些担心 但是却也没有反对 旅行约定 言而有信 这本身就是一种规则和秩序 竹子翘 同样也不希望林成是那种 反复无常的小人 丫头 走吧 我们去看看 这山顶上 到底有什么样的存在 二人快速地朝着山顶而去 接下来的一路上 二人没有再遇到什么麻烦 虽然那股威压依旧还在 仿佛笼罩在整座荒山之上 但却早已经不复之前的那种 如同天崩地裂一般的盖世之威 只是 如同他们刚刚跨进荒山史一样 是一股淡淡的威压 完全 就在他们的承受范围之内 但是林成二人 确实都没有放松警惕 因为之前那股威压爆发的时候 几乎可以说是 在短短的十几时之内 就笼罩了下来 那个时候 他们还是在半山腰上 所以才有反应的时间 可若是等他们到了山顶之后 那股威压要是再度爆发 林成相信 留给他们的反应时间 将会更短 所以 两人非但没有放松 反而是更加警惕 小贼 你发现了没有 到了此处 已经没有枯叶了 此时 他们脚下原本那厚厚的 枯叶已经不见 地面上 没有泥土 灰褐色的山体 完全漏了出来 踩在上面 感觉是极为坚硬 但却不是石头 而是一种古怪的材质 林成点了点头 嗯 不止如此 周围的威压也强了几分 有这股威压在 即便是有狂风吹过 那些枯叶也绝对无法落下 你在修炼的时候 我趁机观察了一下四周 我发现 当元气 渐渐地消退之后 半山腰以下 又多了不少枯叶 都是被那激荡元气 从下方的丛林中卷过来的 但是 这些枯叶 却最多 只到半山腰 再往上 却是一片枯叶 也没有飘落 林成文言 不由微微一正 若有所思地说道 如此说来 这荒山下面的枯叶 应该都是 被风吹落卷来的 或者 或者什么 或者 之前那种危压的突然爆发 并不是第一次 而是有规律的 并且已经发生过无数次 甚至更多 你是说 就如同刚才一样 半山腰以下 覆盖着的枯叶 都是一次次 被激荡的元气 席卷而来的 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林成感受着四周 那无处不在的淡淡的威亚 说道 不管是什么存在 或者是某种疫宝 能够持续地散发出威亚 那就意味着 也有可能不时地爆发 引起元气激荡 如果 照你这么说的话 山顶上果真有一宝 现在 还尚未可知 我反倒是对这座荒山 更感兴趣 这么多年来 我从未见过这种材质的山体 哎呀 陡然间 林成的话还没有说完 便被隐约传来的惨叫声打断 林成和竹子鞘 同时一拎 二人对视一眼 都寻声望去 惨叫声 是从山顶的方向传来的 此时他们二人距离山顶上远 举目远眺 也无法看到山顶的情形 看来 是山顶出现了什么变故 难道 是周川他们 遭遇了敌人 还是遇到了什么可怕的存在 林成略微斟酌 走 我们上去看看 说话间 他反手将斩马刀取下 握在了手中 两人一路急迟 又过了将近一个时辰 他们终于到达了山顶 而这个时候 他们的速度比之前 也已经慢了许多 因为 这山顶上的魏亚 比下面增强了数倍都不止 这个时候 林成两人也看到了山顶上的情形 不由同时眉毛一皱 这是荒山顶上一处 地势比较平坦的地方 远远看去 林成二人便发现 此时在山顶上 已经有一群人站在那里 这些人分作几个阵营 精卫分明 彼此之间相互戒备 如临大敌 那边 似乎是万剑宗 和长生门的人 归一宗的舞者 似乎吃了亏 竹子翘低声说着 林成微微点头 这正在对峙的 其中一方 正是归一宗的台文星等人 林成还在人群中看到了 周川和苏明胜 还有另外一个小队的舞者 与归一宗对峙的 则是另外两方 林成从他们的服饰上 一眼便看了出来 这两方正是万剑宗 和长生门的人 只不过 让林成皱眉的是 此时 只见归一宗的几个舞者身上 都带着伤势 显然是已经受了伤 除此之外 长生门的人 显得比归一宗的人更惨 一眼望去 就看到不下几十个受伤的人 看这个情形 似乎是长生门和归一宗的人 都在防备万剑宗的人 竹子翘簇眉 此时 山顶上足足有两三百人 几乎将这处稍微平坦的地方 挤满了 而且 这三方的人马之间 氛围是很凝重的 可以说是 有些剑拔怒张 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尤其是看到万剑宗的人 个个脸上 带着傲然之色 而其他两个宗门的人 却是对着万剑宗的人 怒目而视 这就让竹子翘忍不住醋眉 对于万剑宗的人 他没有半点好感 赵周扬 你万剑宗未免也太霸道了 此时 一道带着怒气的声音传来 我们三大宗门早就有决定 要三方共同来探险此处秘境 你们为何无故对我们长生门出手 临城发现 说话的人是长生门一方的首领 这是一个大约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他手持一柄 类似战己的兵器 一脸的愤怒 真是笑话 听到这话 万剑宗被称为赵周扬的那个首领 不由冷笑了一声 这是一个面容清秀的舞者 大约只有十七八岁 但是远远的能够观察到此人身上 那强烈的元力波动 显然 此人实力不凡 之前在秘境之中 临城就已经见过此人 当时他就心中惊讶 如此强大的万剑宗 却派了一个少年带队 可想而知 这少年绝对有过人之处 哼 你说什么 长生门的首领 看到对方轻蔑的冷笑 顿时脸色一沉 哼 我说你可笑 赵周扬冷笑不宜 乔言赋 你们长生门 连神通静的大能都没有一个 也配跟我万剑宗 并称为大宗门之列 你 乔言赋闻言 顿时战红了脸 眼中带着愤怒的目光 赵周扬 你万剑宗又有几个神通静的大能 赵周扬不屑的一笑 有一个就足够了 我们万剑宗 宗主一人 便可以压制你长生门上下 赵严妇 被赵周扬那不屑的话语 彻底的激怒 他猛然上前一步 你们宗主再强 他可到不了这里 赵周扬 今天我就要领教领教 你们万剑宗的傲气到底平和而来 刷的一下 他这话一出 赵周扬顿时脸色一沉 寒声道 乔言赋 你想动手 那你就要好好考虑一下 你们这些人还能不能出去 你一人再强 能护得住你身后的那些杂碎吗 万剑宗的众武者闻言 顿时哈哈大笑 放屁 你们万剑宗的人 才是杂碎 乔师弟 我们跟他们拼了 站在乔言赋身后的那些舞者 原本都是面带怒意 此时听到赵周扬 如此羞辱的话语 顿时就觉得 心里压不住火了 激情激愤 纷纷地拔出了武器 就要与万剑宗的人拼杀 乔言赋同样是脸色极为难看 愤怒的目光盯着赵周扬 然而 他却没有一怒之下 对赵周扬出手 乔师弟 出手吧 大不了我们全部战死在这里 也绝对不能受这样的屈辱 没错 我们可以死 但绝对不能让师门蒙羞 看到乔言赋没什么动静 他身后的一众舞者 都不由纷纷喊道 赵周扬抱着胳膊 面带不屑 眼中闪过了一丝不屑的神色 对于长生门的这些舞者 他丝毫不会看在眼里 除了乔言赋之外 长生门的这些舞者 任何一个 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斩杀 赵周扬 你究竟想干什么 最终 乔言赋开口了 声音病冷地问道 赵周扬闻言 眼中顿时闪过了 一抹得意的神色 他就知道 乔言赋 只要不是蠢货 他一定会服软 很简单 这座荒山 由我万剑宗先行探查 等我们离开了 才能轮到你们 赵周扬淡淡地说 凭什么 你以为你是谁 可以随便发好试量 乔言赋还没有说话 他身后的舞者 便顿时怒喝了起来 赵周扬分明是没有把他们 放在眼中 太过张扬跋扈 行了 我没那么多时间陪你们浪费 现在 要么你们自己乖乖地下山去 要么 我和我师兄师弟们 亲自送你们下山 赵周扬说道 两条路 你们自己选吧 如果我们两条路都不选呢 赵严妇冷声道 哼 那就不要怪我不讲情面 赵周扬脸色一寒 刚才 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 但是如果你们不识相的话 可就没那么好说话了 乔言赋冷笑 哼 赵周扬 你想将我长生门驱赶走 你便可以全力对付归一宗的人 你如此就可以个个击破 不费吹灰之力 便可以独霸这座荒山 你可当真是打得好主意啊 赵周扬 赵周扬面色一沉 就要说话 却被乔言赋打断 台师兄 乔言赋转头 看向了一直沉着脸 却没有说话的台文兄 他朗声道 台师兄 以赵周扬 自以为通明 他打的什么主意 台师兄不会看不出来吧 只是不知道台师兄 打算怎么做 赵周扬 冷恨一声 赵言赋 你长生门的人 都是一群土鸡瓦狗 根本配不上 来探查这座荒山 放屁 赵言赋冷喝 赵周扬 你敢侮辱我宗门 我拼着这条命不要 也要斩了你 赵言赋 你我同为麦伦境九重 虽然你号称是东周第一天才 想要斩我 也要做好同归于尽的打算 就算你能杀了我 你觉得你身后的那群废物 还能活下来几个 我们宁愿死 也绝对不会让人 侮辱宗门 乔师弟 我们愿意跟随你 誓死维护宗门的尊严 哼 听到了吧 我的师兄师弟们都不怕死 赵周扬 你觉得最终你身后的那些废物 又能活下来几个呀 哼 好 很好 巧言赋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就不能怪我了 台师弟 他猛然转头 同样也看向了台文星 说道 我提议 我们两方联手 驱赶长生门的人 而后 这座荒山 我们共同探查 你看如何 巧言赋 也看向了台文星 说道 台师兄 万剑宗 向来是 嚣张跋扈 你觉得如果你帮他 灭了我长生门 驱赶我们下山 你真的能与他 共同探查吗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台文星 期待着他做出决定 台文星却是脸色紧绷 眉头微皱 显然是在思索 就在此时 台文星却是不由目光一亮 他看到了 站在远处的林成和竹子翘 而后 他不禁露出了一抹微笑 哼 林丹师 竹姑娘 你们终于来了 随着谭文星的声音响起 不少人都为之一正 而后 立即顺着他们的目光 看了过去 其实 在这之前 不少人 已经看到了林成和朱子翘 只不过 他们因为穿着 归衣宗的服饰 所以 万剑宗的人 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长生门的人 则是因为 赵周扬的轻蔑 而群情激愤 根本没时间去关注两个归衣宗的舞者 而归衣宗的众人则是距离稍远 并且 也都极为警惕 万剑宗的人再次动手 所以 林成和朱子翘出现在山顶边缘 好一会儿之后 台文星才看到他们 此时 看到台文星 见到林成之后 原本紧绷的脸 突然间露出了笑容 不少人都微微一愣 仔细盯着林成二人打量起来 一些人看到了一身禁装的竹子翘 顿时眼睛一亮 露出惊艳的神色 甚至有一些舞者 都有些微微呆了一下 如果不是知道 这秘境之中 修炼者无法进来 他们甚至都会以为 是看到了某个大宗门的仙子 炼丹师 赵周阳却是注意到了台文星 对林成的称呼 微微瞪了一下 顿时就有不屑的笑声 皈依宗从外界 大死的招手炼丹师的事情 自然是瞒不过其他的两大宗门 对此 赵周阳完全是不屑一顾 他万剑宗 人才极济 各种天才 更是层出不穷 在炼丹上 同样也是要远远强过 其他两个宗门 所以 对于外界的炼丹师 赵周阳根本就不会放在眼里 他看到台文星对林成两人如此热情 赵周阳心中不屑地笑了一下 看来 这皈依宗可真是越来越没着落了 竟然对一个外来的炼丹师都如此热情 真是宗门无人啊 不过 赵周阳的目光 在看着朱子翘的时候 却是眼中闪过了一道贪婪之色 他忽然明白了 台文星对这个外来的炼丹师如此热情 恐怕也是别有所图啊 如此美艳的女子 赵周阳微微眯了一下眼睛 神色变幻 在众多复杂的目光注视下 林成和朱子翘面色平静 稳步来到了皈依宗的众多舞者阵营之中 台师兄 林成报了报权 林丹师 刚才的事情你都听到了吧 台文星立刻问道 对于此事 你的意下如何 林成说 我一切听从台师兄的意思 只是有一点 我有些不得其解 哦 是什么 我不了解万剑宗和长生门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 不过 我若是万剑宗的人 那我首先要做的 肯定是笼络长生门的人 共同驱逐 归一宗的人 因为长生门的人看起来 折损 最为严重 很容易控制 一旦驱逐了贵一宗的人 那么接下来如何探索这座荒山 一旦找到宝物 该如何分配 可就由万剑宗说了算 到时候 长生门的人 就算再怎么不分 在实力远不如人的情况下 也无可奈何 嗯 不错 台文星听到这话 顿时眉头一皱 随即点头表示赞同 他知道 临城说的没错 从实力上来说 万剑宗无疑是最强的 本来长生门和贵一宗的一众武者 实力相差不大 可因为长生门的人 折损不少 实力大减 所以此刻已经是最弱的一方 按照临城的办法 绝对是最可行的 所以 我就对万剑宗的做法极为奇怪 要么 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是个蠢货 要么 就是另有所图 此话 临城一说出口 不少人 都看向了万剑宗的赵周阳 此人的做法和临城所说的 可是南辕北辙 他可是要与贵一宗联手 驱逐长生门 这就让不少人有些深思了 台温星更是面色微微一变 刚才他还真的有些异动 毕竟跟长生门驱逐之后 一旦发现什么异宝 就少了一方争夺 可听临城现在这么一说 他不由得心中一灵 难道万剑宗真的有什么算计吗 放肆 然而 归一宗和长生门的人在深思 万剑宗的人却是勃然大怒 尤其是临城口中的那句 蠢货 更是让赵周阳脸色阴沉无比 不管是说他另有所图 还是说他是蠢货 这都让他极为愤怒 小子 你这是在找死 赵周阳脸色阴沉的盯着临城 临城看了他一眼 却丝毫没有理会 他的这种完全无视的态度 让赵周阳顿时大怒 小崽子 你 赵周阳 台文星大喝一声 林丹师是我归一宗的人 若是你再对林丹师 说出半个侮辱的字眼 那便是对我整个归一宗的挑衅 哼 赵周阳冷恨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却没有再发难 而是冷冷笑道 哼 台文星 我刚才的提议 你是答应 还是不答应 台文星反问道 我答应如何 不答应 又如何 如果你答应 那接下来这座荒山 便由我们共同探索 若是有所得 也是我们双方分配 可若是你不答应 那我们之间便没什么可谈的了 哼 怎么 我若是不答应 你还要驱逐我归一宗不成 那就要看你如何选择了 赵周阳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面带不善 太师兄 刚才这位师兄说得极实 赵周阳虽然并不精明 但也不会如此愚蠢 他要与你联手 将我们长生门驱逐下山 定然有所扑谋 你可不要上大 台文星还没有说话 长生门的乔炎富便大声说道 乔炎富 你是想死吗 赵周阳冷横道 乔炎富 却是不屑的冷笑 哼 台文星 你是个聪明人 你应该能明白 哪一个选择 才是对你归一宗最有利的 赵周阳 被乔炎富轻蔑的无视 心中暗恨 却发作不得 只能再次 对台文星说道 真是奇怪了 就在这时 林成又忽然开口了 他面带疑惑地说道 在场的 都是麦伦静的舞者 彼此之间 即使有所差距 却也不是太大 再不计 三个拼一个 乃至五个拼一个 总能给予对方重创 可是为何 总有人认为 可以吃定别人 死无忌惮地 死无忌惮地要驱逐别人 难道 他就不担心 自己被驱逐吗 此话一出 赵周祥脸色顿时一变 他身后万剑宗的众舞者 也都微微变了脸色 林成的话 实在是打在了 他们的要害之上 的确 万剑宗的众人 实力最强 但若是归一宗 和长生门联手 却也未必不能驱逐他们 即便万剑宗实力再强 可这秘境之中 也帮不上他们 赵周扬冰冷的目光 盯着林成充满了杀计 他冷声说道 驱赶我万剑宗 真是笑话 小子 你问问他们 敢不敢这么做 就是 亮他们也不敢 你们胆敢冒犯我万剑宗 踏日出去之后 我们宗门 定会将你们宗门 给报复到 不能自拔 到时候你们的宗主 都护不了你们 万剑宗的舞者 都仿佛听到了什么 这么好笑的笑话一般 顿时不屑地笑了进来 林成眉头微皱 目光从长生门的人脸上掠过 却发现 包括乔炎富在内的所有的长生门的人 都是面带怒涩 但是却没有人出来反驳 他不禁暗自摇了摇头 这长生门的众人 难怪会被欺辱 他们光有血性 却没有靠山 宗门甚至都不能为他们提供庇护 也真是一种悲哀 反观归一宗的舞者 不少人脸上都露出异动的神色 却被台文星用眼神控制住了 林成便暗暗摇头 看起来 归一宗在万剑宗跟前 还不算是太过弱势 差距肯定是有 但是应该不是很大 林成的提议 没有人回应 三方也只能继续对峙 赵周扬 你的小心思最好给我收起来 我归一宗是绝对不会与你联手 驱逐长生门的 台文星沉声说道 现在我们要下去探查 若是有人阻止 或者是在背后对我们归一宗 处阴招 我们当补习一战 闻听此言 林成不由心下意证 下去探查 台文星要主动放弃 还没等他想明白 就听到 乔炎复说道 台师兄说得好 我长生门也绝对不会任人宰割 各位师兄弟 我们出发 去下面探查 他身后的人纷纷回应 赵周扬的脸色铁青 冰冷的目光 从乔炎复和台文星的脸上掠过 最终 看向了林成 既然如此 那就祝福你们能有大收获 希望你们不要后悔 哼 赵周扬冷横一声 转身便揍 万剑宗的舞者 也都神色不善地看着众人 而后跟着离开了 台师兄 多谢了 乔炎复对台文星抱了抱拳 他朗生地说道 刚才台文星若是答应了赵周祥 那此刻 长生门的众人 不是面临一场恶战 便是要狼狈地下山 台文星微笑道 哼 乔师弟 不必客气 这秘境不是万剑宗他一家的 我们理所应当共同探索 只是万剑宗势打跋扈 接下来我们两家 还需要相互照顾才好 乔炎复立刻说道 台师兄 请放心 这份人情 我长生门定会铭记在心 台文星微笑地点了点头 乔师弟 请吧 台师兄 请 乔炎复客气了一下 两个宗门的舞者都开始动了起来 朝着与林城来时相反的方向走去 林城不由皱眉 他意识到 这其中似乎有自己所不了解的事情 颇有些奇怪 林丹师 就在临城若有所思的时候 台文星走了过来 低声说道 此次深入峡谷 定然会有凶险 而且万剑宗的人如此跋扈 想来随后 怕使会 有一场斗争 还希望林丹师能够全力出手 能不能夺到宝物暂且不说 至少 我们不能让宗门受辱 临城 文言不由畏畏遗政 他问道 台师兄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我们要 深入峡谷 那股奇异的波动 就是从峡谷中传来的 而且 要深入其中才能 抱歉 我忽略了你们所走的路线 话说到一半 台文星便看到林丹 那疑惑的眼神 他顿时反应过来 不由歉意地笑了笑 这才解释道 林丹师 你们登山的路线 恰好是峡谷的背面 你且随我来 我们边走边说 林丹与朱子鞘对视了一眼 而后跟上了台文星 林丹师 其实 这座荒山并非是圆的 而是狭长的走向 你们登的方向 正好是位于狭长的一侧 翻过这个山顶 前面就是一个很深的峡谷 那股奇异的波动 便是从峡谷中传来的 台文星指着前方 那里是几个宗门的人 前进的方向 就是因为这个峡谷 我们才与那万剑宗的人 发生了冲突 峡谷 林丹微微哑然 他来的这一路上 可是没有看到什么峡谷 他压下了心里的疑问 呃 大师兄 这万剑宗的人 很强吗 林丹师你也看到了 万剑宗的舞者 绝大多数都是 麦伦镜九重的修为 实力相当不弱 提起万剑宗 台文星的脸色 变得微微有些凝重 他说道 虽然他们之中 没有什么天才人物 可是 这些人整体实力极强 同时 他们还都练有一种 合击之阵 战力极其强悍 很显然 他们是进入秘境之前 都有强者指点 甚至很有可能 是特意修炼了 这合击之阵 林丹 微微点了点头 这一点 他没有什么意外 归一宗 能够从外界 招收炼丹师 万剑宗 自然也是能够提前做准备 不过 万剑宗的强大 还是让林丞多少有些惊讶 万剑宗进入秘境的舞者 绝大部分 都是麦伦镜九重的高手 这就很可怕了 要知道 进入秘境的舞者 可都是被宗门 视为炮灰的 而且能够随意的 让数十上百个 麦伦镜九重的高手 做炮灰 这绝对算不上是小手笔 林丞之前看过 万剑宗的那些舞者 除了那个赵周扬之外 其他人的年龄 都不算太大 这样的人 未必就没有机会 冲击丹海境 这也就意味着 万剑宗 可是将数十个未来的修炼者 推出来做炮灰 而在东周北部 同样震慑八方的贵异宗 派出的舞者 还有不少是麦伦镜七重 八重的修为 跟万剑宗这种大手笔比起来 就显得差了不少 如此想来 万剑宗的实力和底蕴之强 就让人有些心惊了 光从这一点上来看 也就能够看出来 三个中门之间的差距 也难怪 刚才那个冲突 长生门和贵异宗 都有舞者受伤 可是万剑宗 却无一人受伤 这万剑宗的人 如此的跋扈 我们何不与长生门 联手 共同对抗万剑宗呢 一直很少说话的主子俏 忽然问道 他对于那个赵周祥 极其的厌恶 尤其是此人看他的眼神 更是让他憎恶至极 更何况 之前他们与万剑宗有过冲突 所以对于万剑宗的人 无论是他还是林成 都没有半点好感 然而台文星文言 确实脸色 微微有些尴尬 与长生门联手 自然是没问题 但是长生门的人 未必愿意与我们联手 台文星说道 这是为何 林大使 你们可能不太清楚 东周北部三大中门之中 万剑宗最强 我们归一宗 和长生门之间 实力相仿 但是实际上 长生门却是更差一些 且不说宗门中的 神通静大能 哪怕是下面的外门弟子 长生门也是越来越少 若不是近两年 出了一个耀眼的天才 乔炎富 长生门恐怕 都要沦落到三流四流的宗门了 台文星畏畏摇头说道 这些年 长生门其实也是在苦苦的支撑 几乎不参与什么斗争 所以 此次他们应该是不会与我们联手 因为 他们责顺不起 林城不由恶然 他还是真的没想到 堂堂三大宗门之一的 长生门 怎么会 如此的落魄 不是说 长生门同样也是传承了千年以上的宗门吗 怎么 据说 是因为他们宗门发生了一次大变故 以至于他们的传承断了 但是 这只是个传说 可长生门 终究为何慢慢地没落 外界却不得而知 只是 有一点 却是不争的事实 那就是 长生门似乎 已经很久没有人成为大能了 林城顿时恶然 传承断了 什么样的大变故 会让一个宗门 传承被断呢 一个修炼界的大宗门 究竟 为何会断了传承 要说 在上古时代 那些邪魔入侵的情况之下 整个人类都位如 泪软 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 无数的大能战死 很多传承断绝 可现在 又没有什么邪魔入侵 一个宗门 怎么会断了传承呢 台文星摇了摇头 呃 这就不得而知了 林丹氏 与长生门 与长生门 联手的事情 就不要想了 他们十有八九 是不会答应的 到时候 反倒是会引起 万箭宗的戒备 甚至会引发 双方的厮杀 这就得不偿失了 可长生门眼下 已经如此的弱势 他们若是不与我们联手 到时候 一旦真的发现了什么医保 岂不是更受气呀 甚至什么都得不到 什么都得不到 那也总比要死好吧 若是想要厮杀 乔严妇 他一个人 就可以让万箭宗的人 死伤惨重 甚至能够将他们屠杀大半 但如此一来 长生门的人也绝对 逃不了好 万箭宗 折损几十上百个 麦伦镜九重的武者 或许会受到一些影响 但伤不了元气 可若是长生门的人 一下子都死了 那可真的要 后继乏力了 听到这里 林诚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明白 为什么台文星之前说 长生门的人 折损不起了 台师兄 那个乔严妇的实力 如此强大 提到乔严妇 台文星不由点了点头 感慨地说 三大中门的外门弟子之中 公认的百年一线的天才人物 他在刚进入麦伦镜九重的时候 就曾经 越级斩杀了一个 丹海镜的修炼者 越级斩杀修炼者 文听乔严妇 竟然能在 出入麦伦镜九重时 就越级 斩杀了一个修炼者 林诚不由恶然 修炼者和武者 那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境界 完全不可以相提并论 哪怕是再强大的武者 在修炼者面前 也很难占据上风 即便是越级斩杀 那通常也都是 在同一个大境界之内 是啊 尽管他的对手 并没有彻底地完成突破 只能算是 一只脚跨入丹海镜 但是 也已经可以动用灵力 最终 还是被乔严妇 击败并且斩杀 此人被称为是 百年一见的天才 也是实至名归的 林诚这才恍然 原来 乔严妇的对手 并不是一个 真正的修炼者 只是一只脚 踏入丹海镜的高手 不过 即便如此 却也已经相当的惊人 要知道 林诚当初 与文忠明交手时 后者 也只是初步摸到了 丹海镜的门槛 还算不上是一只脚 跨入丹海镜 但那一次 林诚也是体会到了 文忠明的强大 如若林诚掌握了氏 并且身怀青蓝火 他也未必能够将文忠明斩杀 可那个时候 林诚却是已经突破了 脉轮镜九重不短的时间 而初步摸到丹海镜的门槛 与一只脚跨入丹海镜 这两者之间 同样也有着不小的差距 所以 林诚由此推断 乔延赋的那个对手 绝对要比文忠明强大不少 乔延赋当时 却才只是刚刚突破了 买轮镜九重 这两相对比 林诚也不仅感叹 乔延赋的强大 他心中不由自主地 拿自己与乔延赋对比 若是抛开青蓝火不算 他或许要比乔延赋 稍逊一筹 这让林诚暗自警醒 切不可妄自博大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哪 林诚 你看 前方就是峡谷 台文星的声音 让林诚的思绪拉了回来 他放眼望去 顿时瞪大了眼睛 此时 他们已经越过了山顶的最高处 开始往下走 放眼望去 前方的山体 好像忽然断裂开来 在他们的前方数十米处 竟然出现了一个 陡立的悬崖 在悬崖的对面 才是另外一个 半山体 悬崖峭壁陡立 峡谷幽深 但真正让林诚感到错愕的 却是被峡谷分开的 这两半山体 从林诚所在的位置 放眼看去 只见 对面的山体 同样也是 峭壁陡立 可是看到对面那山体的走势 像极了 从他脚下所在的荒山 分离出去的 再加上前面 这幽深的峡谷 一个念头 忽然间闪过林城的脑海 这峡谷两边的山林 简直就如同被一个人 一箭劈开的 看着这两半山体 再看看前方那幽深的峡谷 林城的脑海中 仿佛现出了一个场景 原本这两半山体是一体的 一个神威盖世的大能 手持一把通天礼剑 对着前面的荒山 一箭斩下 一座荒山 被劈成两半 那一箭的神威 震得两半山体 都移了开来 峡谷便因此产生 神威盖世 林城的心中下意识地惊叹 林大师 你敢知道了吧 这个威亚 就是从这峡谷中传来的 之前你和竹姑娘 还没有到的时候 我们已经到了这里 但到了之后才发现 万剑宗的人 已经先我们一步到来 并且他们极为霸道地 将此地划入了 他们自己的探查范围 不允许其他人靠近 这才有了之后的冲突 那为何你们会在山顶上对峙 台文清文言 瞟了一眼不远处的万剑宗众人 横了一声 哼 长生门的人赶过来之后 万剑宗的人便无法独霸这里 所以赵周扬才提议 三家都远离此处 再兴商议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本节目由蜻蜓FM独家出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